都市宅男偶遇单身狗之神 此时的他本以为自己是来运转 急于桃花 可不曾想时空突然剧烈扭转 当头一抱让宅男瞬间穿越回了古时王朝 那么今天小默给大家带来一部 爆笑惊奇的网络大电影 我不是李莲英 小李经营了一家24小时便利店 清云节这天他的店不幸遭遇了劫费打劫 不过奇怪的是 这俩劫匪既不要钱也不要命 不知什么原因 他们就是一个劲的用针扎着一盒盒安全套 打工告成之后 两个劫匪心满意足的离开了 可小李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他生气的追了出去 奔跑中小李被一个打扮怪异的老头碰瓷了 这老头自称是单身狗之神 他说自己这次下凡是来给小李带来好运的 说吧便一棍子敲昏了他 就这样小李瞬间穿越了 而等他再次醒来时 一个外挖裂走的老奶奶坐在了他的面前 这一幕可把小李吓惨了 毕竟面对如此圣人的场景 个谁也都看不住呀 此时外面两个小太监听见惨叫声连忙赶了进来 他们告诉小李 这人是十几年都没有被重新的妃子 因为无聊 他平时最喜欢的事就是捉弄太监了 等等 太监 妈呀 小李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别人穿越之后 要么是王子皇孙 要么是明月公主 再不计也得是个才子佳人吧 怎么轮到自己就成了太监了呢 现在作为男人的最后一次尊严都没有了 这还哪有脸活着呀 不过本着火见人小见尸的原则 小李强烈要求去见眼自己的小弟 可俗话说或不单行 此时的命运又跟小李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由于不熟悉这里 小李操作失误 最后竟然一不小心亲手弄碎了他的小弟 这场面今天就是错骨扬灰呀 与此同时 后宫里的妃子们每天都在勾心斗角 小李在这里面真是焦头烂额 穿越生活也就这样展开了 然而除了夹在这些妃子间受甲板器之外 小李每天还要独自在漆黑的皇宫中巡演 有时还会被妃子突然拉进房间折腾好一会儿 眼看着接下来的日子毫无希望可言 伤心的小李决定偷偷了结自己 但正在此时单身狗之神再一次出现 小李气愤极了 他大声的叫喊着回现代 而单身狗之神却不紧不慢的说 在这个时空里 有一个人和你一样也是穿越过来的 找到他之后你们俩才可以回现代 接着老头又给了小李一部手机 由于经常没有信号网络 所以这手机只能单向操作 也就是说小李不能打电话 只能等着老头联系自己 哎 导演这期盘脑洞也是没谁了 不过现在既然死皮烂脸的活了下来 那就想法回去吧 很显然如今最好的办法 就是立刻找到自己的那个同伴 可由于不知道对方叫什么 甚至是男是女都不清楚 小李一世还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不过毕竟小李是来自现代 寻人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少得了朋友圈 可由于古代没有手机 于是小李灵机一动 整出了一个纸质般的朋友圈 要说有些东西真的是无论什么年代都会火 自从有了朋友圈 后宫那些妃子们就放弃了平日里的那些破游戏 他们每天纷纷前来朋友圈留言 一天皇帝初游无意间看到了这个朋友圈 一时兴起的他拿起自己的印章 咣当盖了一个章 今天小李发明有功 皇帝还决定让小李做自己的后宫大总管 哎呦 这话可把旁边的安宫给气坏了 因为他也想当大总管呀 有了皇上的恩宠 小李在后宫里那是如鱼得水 为了讨皇帝开心 他带着皇上好一顿逍遥 什么抑郁风情 什么黑白肤色 他们真的挨个试了一遍 与此同时 气急败坏的安公公正在找机会干掉小李 有时缘分就是那么神奇 恰巧过路的安公公 居然捡到了小李丢失的手机 由于不会摆弄 他还不经意的打开了语音助手 接着两人只是相聊圣欢 要知道这一幕着实把安公公高兴坏了 他以为自己是捡到了一个神仙 而如今自己能和神仙对话 那自己一定是天选之子了 本来就准备造反的安公公 现在以为自己得到了神仙的眷顾 那个造反之心更加强烈了 这天夜里 一位黑衣蒙面女子团闯进了宫里 好巧不巧 他刚好被小李撞见 相互撕撤中 小李看到了女子的笔记本上 赫然写着简体字 这是小李在恍然大悟 这人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 通过相聊 小李得知 女子名叫莉莉 她是一位作家 也是穿越过来的 莉莉这次前来 主要是为了找点后宫的素材 与此同时 安公公突然带着一位秀女走了进来 通过透听安公公与秀女的对话 两人这才得知 原来安公公是要将秀女安插在皇帝边上 为的就是日后方便自己造反 可如今虽然得知了这个消息 但无凭无据的 皇帝肯定也不相信呀 这波为了坐视安公公造反的证据 小李和莉莉 两人来到她的府邸收集证据 途中两人一不小心打开了安公公房间里的机关 然而正当两人寻找之时 安公公竟然突然返回 双方瞬间追逐起来 不过后来安公公恶人先告状 她跟皇上说小李和莉莉死下偷情 要知道这莉莉原来可是后宫的妃子呀 为了杀鸡静侯 皇帝立刻下领将两人打入大牢 然后进猪笼 安公公本以为自己终于解决了两块绊脚石 可谁知皇帝背后就让人放了两人 原来呀 人家皇上早已知道了安公公的野心 这次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牵出她背后的党羽 而此时的安公公心中已经没有了忌惮 于是她立刻招人发起了造反 瞬间皇帝的人马和安公公的人马大战了起来 小李这边为了搭救皇上 他带着后宫的三天嘉丽冲了出来 妈呀 这是什么节奏 安公公简直傻眼了 这次可真的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女人都是母老虎这句话了 那些造反的士兵们被平日里交入的妃子们打得鼻青脸肿 安公公的造反打击 算是折在了一堆女人手里 故事的最后 小李和莉莉在单身狗之神的帮助下一起回到了现代 只不过这次让人掉头的却是原始人的大锅里 这真是来自单身狗最具恶意的